高雄車站後車看板顯示列車延誤時間 月台內越來越多旅客行程因此被耽擱 一早要趕上班上課卻不知道要等多久 三快錯站有民眾苦等半個多鐘頭很無難 列車延誤的原因是在高雄站到新左營站之間 有一輛公務軌道焊軌車凌晨三點左右發生出軌事故 有一部分的鐵軌脫離了 一部分造成列車沒辦法行駛 台鐵人員表示焊軌車進行作業 沉重的車體壓過軌道產生斷裂因而出軌 但詳細原因還要釐清 台鐵緊急派搶修車及30人到場搶修 包括新左營 左營 內圍 美術館 古山 三快錯及高雄站都有影響 台鐵統計到上午9點為止 有18列次延誤 平均延遲8分鐘 約3000名旅客受到影響 華視新聞廟 許富杰 高雄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